主持人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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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星期二 農曆的十九 是佛陀的天降日 所謂天降日 就是過去佛陀 我曾經在當時去道立天 為母親來說法 我們知道即使是成佛 還是報父母恩 也在道立天講了《地藏經》 《地藏經》裡面也有 《地藏菩薩》在印第修行報母恩這樣的功案 也在道立天講了《大白神怪佛母》這樣的經典 天降日因為佛陀不在人世間 我弟子祈求佛陀趕快在倒架此行回到人間 我們知道天跟人的時間不一樣 我們在人世間覺得佛陀去的蠻久的 可能在天實際上時間很短 所以佛陀在返回人間的時候 天王為了讓眾生能夠有一個因緣 心見佛陀在從天而降 就視線鋪色了天梯 讓大家能夠歡迎佛陀打架此行 其實我們了解 不是只有釋迪佛陀 不是只有釋迦牟尼佛 這樣子 倒架此行來到我們 多佛世界 來絕有情 這樣真理法則 過去花園的初祖 我們知道是杜頓和尚 他是文祝師利菩薩的視線 也是視線了平常的出家相 有一個公案呢 就是他的弟子 在和尚的旁邊十幾年了 也不覺得和尚有什麼特別 所以就一次兩次的跟和尚說要去舞台山禮文殊菩薩 當然這些因緣呢 小和尚 也覺得跟文殊菩薩很相應 可是他不知道祖聖和尚就是文殊菩薩 所以文殊菩薩 所以文殊菩薩 是文殊菩薩 從文殊菩薩 獨聖和尚做了祭 但弟子呢 聽不懂 沒辦法移會 還是要出門 那麼就 獨聖和尚就給他兩封信 一封就交給一位女子 又寫了弟子 怎麼聯絡這位女子 另外一封是要給一位 叫做朱姆的 也寫了弟子 然後他的書家弟子 又啟成 到了第一個弟子 找了這位女子 竟然是青樓女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的 特種營業的女子 然後就把信交給這位女子 心裡還在低估 怎麼我的師父會跟這種 青樓女子有姻緣來往 那麼這個女子呢 看了這個信 就當下往生了 後來呢 徒孫和尚就看了這個信是什麼 上面寫的 上面寫的 觀音啊 我的事情告一段落 我要走了 你就跟我一起走吧 這個小和尚還是沒意會 然後啊 然後啊 又尋弟子 然後找到這個豬母 一看呢 是真的一頭豬 在豬寫的豬 在豬寮裡面的豬 就把這個信呢 要給那隻豬 豬當然不論是豬 豬當然不論是豬 豬寫的豬寫的豬 就看 普賢啊 我要走了 你要不要一起走 那事情已經做完了 那麼小和尚才知道 噢 原來 這是豬啊 這是普賢菩薩 那麼小和尚又繼續往五台山走 到了山下呢 碰到一個老者 老者就說 你來是做什麼 小和尚就跟老者說 我要來 草見 文殊勢力菩薩 老者就跟老者說 你來的地方的豬寫和尚 就是文殊菩薩 然後小和尚呢 才知道 就匆匆忙忙的 又趕回去 但是呢 豬寫和尚呢 只好就往生了 只好就往生了 所以 從這個公案我們知道 我們 用凡夫的心思 無法了解佛菩薩的慈悲視線 雖然是輕柔女子 雖然是輕柔女子 在輕柔 在輕柔 佛菩薩沒有一定的視線 輕柔就是道場 這位女子所講的就是法 那麼這隻豬也一樣 這個豬寮就是道場 這隻豬就能度化這些 出道的友情 甚至於 甚至於 也展現出 豬也有佛性 也有靈性 來度化呢 人類的 分別性 無知 無知 真正魚吃的 不是豬啊 是 在迷惘裡面的眾生 我們 往往呢 要勸人家遠近佛門 常常呢 很難 接近 第一種呢 是著相的 看外表 看身份 看名相的 就像這個和尚呢 看不起輕柔女子 他覺得豬怎麼會有 這個 結緣 這個杜頓和尚 看外表 看外表 照相的 你要引進他入佛門 他還給你 看看你呢 是什麼身份 什麼地位 第二種呢 很難度的 就是情質很重的 因為欲倦呢 本來就是一個情欲世界 隱私男女 跟他講解脫 他被這個情所 被自己的這種 欲 牽得很緊 到哪呢 都用情在引導 理性的成分 理性的成分低 這個也很難 引進佛門 他不想解脫的 他不想解脫的 第三種 就是所知障 很重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眼見為憑 他眼見為憑 佛我又沒看到 你說佛有說 我又沒聽到 所以這樣的人 也很難 所以我們為什麼 常常會講 要呵護眾生 不要讓他犯了 偽邦正法 偽邦正法 偽邦大聖的 這樣的古報 就像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這麼重的 可以說是 萬劫不復的 因果 那麼 那麼 就算我們呢 進了佛門 學佛 你自戰毀他 不明白 佛教的 歷史 怎麼樣從 長老的上座部佛法 後來又有大中部 上座部又發展成 說一切有部 那麼又有後面的 分別部 又有部派的分別 有的地方講 梵文 有的地方講巴黎文 有的地方講 雜語 甚至於呢 中印的 鬼語 可以自己 所知所學 鬼是 其他都非 因為每個地方的 語言文化 不同 而且呢 隨著世間 都還在 無常的 演變 所以才有在大聖初期的龍術菩薩 再把唯心唯視 融合了 心空為名 心空為名 用三觀 來讓 可以說是讓 過去 三聖呢 能夠呢 圓融 作為八中之主 大家所重視的經典 雖然在早期的佛法 有的是阿涵經 有的是正義阿涵 有的是雜阿涵經 有 融合了其他的經典 論述 成為 系統 而讓這個系統呢 變成一種修行的 法門 一個中門 如果我們明白 這麼廣大的印度土地 這樣的演化 我們 不會有分別性 因為後來呢 又北傳南傳 藏傳 又有了 不同的文化語言 這些因緣法 也是 信空 沒有定法 也因為信空 一切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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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每一個角度 不一樣 不一樣 系統 不一樣 文化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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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西方人不懂 東方的文化 他完全沒辦法 去體會 因為他的 所知所學裡面 沒有這個 所以我們才講 依四 依法 慢慢的 最後是 依自己的 本來的智慧 但是呢 諸何莫作 中山奉行 住進其一 這個是 通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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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要了解 以現在的科技來講 也 也已經 證明了 我們的 心念 可以 創造了 或改變了 一切的 色受想形式 這樣的 所緣運作 那麼五運皆空 也就是剛剛講的 因為空性 你能夠 自盡其一 一切都可能 我們 不清楚 還沒有 明心見性 那就叫做業力 如果我們 雖然還不清楚 但是我們願意 一較奉行 那就是 跟諸佛菩薩的願力 來改變自己 同時 也可以改變一切 我們的 所緣 從小而放大 所以學佛呢 其實 一直濃縮 就是我們這個身體 是修行的工具 原本就是玉界 原本就是玉界 那麼就像我們華人來講 在漢地 過去大家也沒有穿衣服啊 三頂洞人啊 或北京人 慢慢地有了這些文化 有礼術 那麼有五輪 大家會有一個 經驗塑造出這種 倫理造的觀念 當然古聖先行 很多都是菩薩呢 視線來尋尋善用我們 建立起一個地方的 怎麼能夠 慢慢地 改善的一種文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從過去的神權 軍權到現在的民主 民權 這也是一種持續的改善 這也是一種持續的改善 但是相對地來說 從正法 相法 也漸漸地進入末法 因為倫理道德也已經鬆散 大家呢 又對古聖先賢的經驗呢 捨棄 慢慢捨棄 末法才剛開始 還沒有完全捨棄 可是漸漸地呢 大家都 信量越來越小 都是為了自己 比較多 比較多 又回到呢 自私的這種 習氣 自信妄知 那麽 我們有幸呢 在末法的初期 還能接觸到正法 未來這些經典 可能呢 大家也沒興趣 也看不懂 所以呢 願意學 願意講的人呢 越來越少 就像現在啊 社會對一些 過去的文學 歷史 越來越沒興趣 追求的都是心 都是速度 都是一種感官的 刺激 所以 把握呢 人生 不能再再啊 迷惑下去了 那麽 我們前一陣子呢 講了 這個七佛的傳法祭 今天呢 我們再來做一個 這樣的觀修 今天講的是 孤流孫佛的傳法祭 見身 無時 是佛身 也就是說 你能夠呢 照見呢 就你這個色身 它不是石油的 它是因緣生滅的 是假和的 那麽你看破它 看透它的時候 你這個身呢 最近起義以後 這個身就是佛身 不管它是法暴化 實際上它是一身 了心如患 是佛患 你能夠了解 這個心 我們自以為是的部分 也是原生 原滅 我們了解我們的意識 心念 是無常的 是如患的 就是 我們 我們 昨天的 我 跟今天的我 已經不是同一個我 大家很難理解 去年的我跟現在的我 也不是同一個我 那未來的我是什麽 不知道 再往前推過去父母生我之前的我是誰 不知道 死了以後又是誰 不曉得 那麽自己的存在是真 可是感覺也像夢 可是感覺也像夢 因為太陽起來以後 昨天已經回不去了 所以啊 了心如患呢 是佛患 我們常講 度如患的眾生 雖然我們現在啊 願意啊 這個 發菩薩的 願去度 眾生 去做服務 可是呢 這一切呢 真的是如夢幻 沒有眾生 沒有眾生 怎麽成佛 沒有佛 眾生怎麽 能解脫 甚至於成佛 那麽到底哪一個是因 哪一個是果 雞跟雞蛋 那麽 枇生 concept 左右 vision 警方 證啦 喬德 不幸是空 你能夠體證的這一個 私人與佛何疏別 這個人跟佛有什麼分別呢 絕跟謎呢 就在這個地方 那並不是說我們呢 有了這個計呢 那好 自己就是佛 我們扪心自問 我們真的能像夢一樣 這麼瀟灑嗎 能放得下嗎 我們真的能夠了嗎 知道過去呢 也知道未來嗎 今天觀世音 我們在山上拿一顆石頭 往旁邊的懸崖下面呢 丟下去 懸崖下面有一個壺 這個石頭呢 叫了壺 啵一聲 聲音回傳上來 空間跟時間 這個石頭是有 這個石頭是有 下去聲音再回來 是空骨回音 是誰聽 是誰丟 從這裏 我們來禪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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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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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想 大地一生雷 正破烦恼梦 自信光明 与法界光明合一 再慢慢将光明收回身心 我们中国人啊 这是一个人 然后这边一个福 佛呢也是有人啊 修成的 佛法难遇 人的身呢 也很难得 如果自己还搞不清楚 这一生呢 也很可惜 好 我们继续再来讲 来身边的人 哦 希望你 economy如来佛 比較在後面 有菩薩跟天王都把諸佛的佛咒宣說 然後來護法講法華經的法師 最後呢是個羅剎女也說了法的咒 大家明白即使是羅剎這些鬼都可以回頭是按 轉而呢 護持正法 即使是吃人小孩的這樣的惡鬼 也能夠呢 成不了佛或者是回不了頭 那麼也要看到自己的盲點 一個念頭我們常常在講平管 一個微細的念頭 你就要想說 這是政治界嗎 還是你又警覺到說 這個原來就是我的貪 或者是我的習氣 或者是我的執著 然後呢 又把它進化 我們還沒有辦法像六祖 但起碼呢 我們呢 默思惹成來 不要呢 不要再造新葉 造新秧 然後讓自己一直漏 那同樣的 今天如果我們呢 行持法華 我們也要 去呵護一切的眾生 即使你要接引眾生入佛門 要給他正知見 因為 這個毀棒 大聖的因果 非常重 所謂的大聖就是一艘船 這個聖呢 就是載具要來呢 讓我們過夜海的 那毀棒的大聖 等於把自己跟船的因緣切斷 即使將來呢 想要再上這個船都很難 因為你過去把船呢 打了好幾個洞 這個因果呢 將來呢 你即使碰到佛法 你的船也都是漏洞 過不了的 所以 從上個禮拜講的呢 我們就要 知道 不放棄任何的眾生 那麼 也要知道 要去 忽念 眾生 因為 每個人的 夜裡吸氣 跟其不一樣 要讓一個人善根開血 很不容易的 那我們也不要去看 眾生 的像 鬼王也可能是 菩薩視線 所以 不要覺得自己呢 有在學佛 別人呢 都不懂 要有法 要有法 才有辦法利益眾生 這個法 可能是從 青柔女子的法 五三餐 三至四的法 乃至於一頭豬的法 不一定是人類的 也有天 的法 就像有的法呢 人類呢 所聽到的 跟 天部的護法 所聞 或者他們的神通 所看到的 那意境呢 是不一樣 乃至於菩薩 所收到的 信息 那個意境呢 是不一樣 雖然佛呢 是以一音說法 那麼音緣呢 城市是不一樣 也不能說 我們聽到 就沒有 那麼你毀謗了呢 結果 因果呢 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要明白啊 這些呢 是我們呢 每一次都要去 去 文思 去思維 我們從一個禮拜的禪修裡面呢 哪些的 自己要 改善的地方 那麼這裡 佛 也講了啊 這個 要怎麼樣來 護詞呢 法華經 也講到 這些 惡鬼呢 也會失邪術 甚至於呢 會失毒 要來殘害政法 這些我們自己也要小心 那麼 這些就是 我們講的啊 我們自己心不清淨 那麼可能呢 萬一又碰到這樣的姻緣 就會被啊 這些邪術呢 所相應所害 如果呢 我們自己啊 能夠清淨 實際上呢 它是傷害不了我們的 就跟過去啊 弥勒之八 尊者呢 也有人下毒啊 要害他 或者啊 弥勒之八尊者 他常常用自他 交換法 把眾生的夜歷染在身上 但是夜歷到了他 這樣的 菩提心的時候 沒辦法起作用 但是當他把夜歷呢 搏出去的時候 搏到門呢 門垮掉 搏到人呢 人呢 痛不欲生 這個都是啊 有記載的 我們繼續再講 佛告諸羅剎女 善哉善哉 如等但能擁護受辭 法華明者 福不可諒 何況擁護具足受辭 使供樣精卷 華香 櫻若 墨香 土香 燒香 蕃蓋 聚月 蘭種種燈 蘇燈 油燈 朱香油燈 蘇摩納華油燈 蘇博華油燈 婆絲茄華油燈 幽波羅華油燈 如是等百千種供樣者 高地 如等級眷屬 應當擁護如是法師 那麼這一段啊 就佛呢 跟這些羅剎女講 善哉善哉 你們這樣很好 你們能夠擁護啊 受辭法華明者 不要看這一段 就有一個日本的教團 他就是專門呢 持送這個 《南無廟法蓮華經》這個經名 也就是他受辭法華經的經名而已 大家會想為什麼呢 要這樣呢 那我們不能站在自己立場想 你要知道有些人呢 書讀的不多 他沒辦法呢 理解經典 或者說他看不懂字 那這樣子呢 那這樣子呢 幾個字 能夠方便呢 這樣的佛子呢 來 這個學法華經 那麼起碼他可以呢 經常持名 持這個經名 來跟法華經呢 結這樣的法源 所以呢 佛呢 就講啊 你們要擁護這樣子 受辭法華經經名的 那麼福德呢 就不可限量 何況呢 你們去擁護 受辭整本經 然後供養經卷 那麼用香花 陰酪 墨香 塗香 燒香 翻蓋 積月 種種燈啊 書燈 油燈啊 香油燈 跟這個 蘇摩娜花 油燈 跟這個 詹博 花 油燈 薄絲 花 油燈 幽波羅 花 油燈 各種花的 油的燈 這樣的 種種 百千種種的供樣 那麼福德不是更大嗎 就跟這個高地 就講了 他就是 這個可以說就是 比較 頭頭啦 領導 你們諸羅刹女啊 以及你們的眷屬 鬼子母啊 都應該擁護這樣的受辭 或者供養 法華經的法師 有時候佛陀就一方面就 讚許 謝謝羅刹女 那麼 就 要進一步的呢 跟羅刹女講 你不但要守護護持這個法師 你還要呢 去擁護他 那麼 的姻緣出來的 包括慈敬明的 或者供養的 你通通都要護 都要擁護 繼續講 說是陀羅尼品時 六萬八千人 德無僧法人 就講啊 在講這一品 陀羅尼品 的時候呢 與慧呢 就有六萬八千人 因為這一品 然後呢 贈得了無僧法人 我們知道 畢竟空就是無僧 那麼就是 在體性上 就是空性不動的 無僧 當然就無滅 無僧無滅 這個就是無僧法人 安住這個法性 所以呢 跟傳法記呢 是一樣的 我們繼續再來講呢 下一品 廟莊嚴王本事品 我們一般講的這個本事 就是講佛陀阿 就在講這個弟子 他過去呢 在修行的這個道業上呢 他的一些事蹟 發生的事情 那麼這一品呢 就是在講過去 有一位啊 雲雷音速王華智佛 那個 那尊佛的時候呢 有一位國王 名稱叫做廟莊嚴 那麼實際上呢 也就是 現在在講 法華經 這個零三會上的華言菩薩 還有他當時的夫人 叫靜德 那麼靜德就是 在世道牧尼佛 現在在講法華經呢 這個 的莊嚴像菩薩 那麼兩位兒子 叫靜障靜眼 也就是現在的藥王 跟藥上菩薩 他們這一家人呢 現在啊 這個 都在 世道牧尼佛講法華的 這個現場 那麼 過去呢 他們也曾經 聽聞了法華經 然後呢 他們怎麼樣呢 修行這些 事蹟啊 本事 就 這樣的立名 那因為啊 其實 這個廟莊嚴的王啊 他會變成一個 國王 他並不是什麼菩薩 在當時 那 像我們會講 廟然菩薩品啊 或這個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那為什麼這一品 你會用一個 世間的王當這個 本事品呢 因為啊 實際上呢 他們四位 在過去 是一個 和和 他們的因緣 是一個和和 就是我們講的 生 他們四位 其實生人 生的意思是和和 他們是因為 這樣 在修聖道 修佛道的 過去的因緣 然後這一生成為 廟莊嚴王的 這樣一個家庭裡面的 這個眷屬 所以呢 佛呢 明白這個因緣 才呢 這樣子 我們把它命名成呢 廟莊嚴王 本事品 所以 是因為我們呢 凡夫有 隔音之謎 但是以佛來講呢 他知道因緣 雖然是無量節以前 無緣不拒 沒有緣 今天不會在一個地方 然後呢 這些緣呢 有時候是師兄弟 有時候是師徒 或者有時候是 家人眷屬都有可能 也就是 不停地呢 在 行持 這些因緣法裡面呢 大家一起來 行持過去的因緣 當然有佛法就轉成法緣 過去呢 他們四位呢 都是 我們講的 同餐道友 那麼其中有一位呢 他就是發心 要進入到紅塵 然後呢 去化園 讓其他三位呢 有道糧 那麼 因為啊 本身這一位發願的 這個修行者 他本身呢 福報也很好 因為他有在修行 所以呢 在這一世 他就當了世間的王 但是呢 在 人生的旅途裡面呢 雖然你過去有修佛 但是當時 他還是呢 沾染了名利 入了外道 那麼 信了邪的邪見 那麼其他三個人呢 因為這樣子 有他的護持 就能夠修行 而得了聖果 那麼當然他們也看到 那這一位啊 發心去 護法的 同餐道友 越修越偏 雖然福報很好 可是呢 已經斜掉了 才會呢 用這樣的因緣 再來化現 一個當他太太 兩個呢 當他的兒子 變成 清卷 用這樣的全巧方便 讓 這個王啊 就是這個廟莊園王 能夠再回到佛道 所以這一品就是在講這個故事 那麼這裡就看看呢 這三位呢 怎麼來運作 來 絕有情 我們繼續講 耳識 佛告諸大眾 來往古世 過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 阿爭其節 有佛名 雲雷因素王 華至 多陀 阿絕度 阿樂賀 三秒三佛陀 國明 光明莊嚴 傑明喜見 這裡啊 佛就開始講 緣喜 那麼這裡就講 過去有一個古佛 然後呢 他的國明是什麼 他的傑明是什麼 那 這裡講啊 這個 在講佛的佛名 佛法呢 像雲一樣 能夠來庇護呢 所有的眾生 隨著 種種的因緣 然後佛法 會有法音 像剛剛講的 像雷一樣 震醒眾生的 煩惱夢 這次在講 雲 雷 雷 雲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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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非常的遠 非常的廣 非常的廣 然後成就的佛果呢 非常的圓融 非常的圓融 光明的智慧 就像 滿天星裡面的 王 所以叫 素王 心素之王 那麼 非常的燦爛 所以呢 名為 雲雷 雲 雲 素王 華 智 佛的光明呢 非常的莊嚴 佛的佛土 讓大家呢 發喜充滿 然後呢 很喜歡這樣的 國土 所以呢 國名叫光明莊嚴 結名叫喜劍 這樣 我們就大致宣說了 這個佛的 他的功德 那麼整段講起來說 這個時候啊 佛在說陀融禮品圓滿的時候 就跟大壯講啊 過去啊 無量無邊啊 不可思議 阿正其節 那麼 過去的古往啊 有一位佛 他的佛號是 雲 雲雷 素王 華智 那麼 這裡啊 我們用一些 以前啊 的 這個 講法 阿 那麼這裡講的 多佗阿絕度就是如來 阿羅赫就是應共 三秒三佛陀就是正等正絕 就是在講啊 這個 如來的這個 這個名號 那麼國名是光明莊嚴 結明是喜見 那麼剛剛我們也做了禪修 我們要了解 一念三千 今天 今天 這個石頭掉到湖裡 或者一個雷的聲音過來 會讓我們開悟 一念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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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 時間 空間 穿透 我們的煩惱夢 打開我們的夜律鎖 也讓我們的無名 習氣煩惱的化解 那麼這個要自己去 複惠雙修 絕對不是一個方法 法 在諸療也有 在清樓也有 這樣大家就不會有法的分別執著 求什麼法 心外求法 一如是初 法在自信裡面 心都安不了 我們平常講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自己都不自盡其意 誰能渡你呢 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講天助自助 也就是這個道理 已經告訴我們 自盡其意呢 這是七佛通戒 如果我們佛子還不懂得 這樣子來修 那就很可惜 變成外道了 因為不像內 修 繼續講 筆佛法中 有王明妙莊嚴 其王夫人 明曰敬德 有二子 一名敬仗 一名敬眼 是二子 有大神力 福德智慧 久修菩薩 所行之道 所謂 這個彈佛羅蜜 施羅佛羅蜜 燦體佛羅蜜 皮利耶佛羅蜜 禪佛羅蜜 波爾佛羅蜜 方便佛羅蜜 慈悲洗手 乃至三十七品助道法 皆悉明了通達 佑德菩薩 靜三昧 日心術三昧 靜光三昧 靜色三昧 靜照明三昧 常莊嚴三昧 大威德障三昧 與此三昧 一息通達 這裡就在講這個因緣 這裡當然有講了夫人跟兩位小孩 他們已經修很久了 他們也具有這個大神力 所以他用這樣的能 也就是他的功德體性 跟他的所緣 也就是他的父親 妙莊嚴王 能所來轉 繁緣為法緣 也就是來度化 妙莊嚴王 那麼這裡啊 就在講啊 這個妙莊嚴 大家不要看這個王的名號喔 一個人的名號 我們有時候呢 也可以從名號 遇到這個人的因緣 或者他這一生 例如說今天一個師長 他會示給你這個法名 代表這個法名跟你有因緣 他叫你啊 往哪邊修 或者呢你的盲點在哪裡 點破呢你的功課 或者呢這裡講啊 其實他們四位呢 都是已經啊 在這個聖賢位上呢 在彼此呢 來自立立他 自決決他的 就像啊 四個兄弟 一個出去賺錢 來養其他三個 讓他能夠好好讀書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但是後來呢 就變成一家人 有的是當爸爸的 當媽媽的 當小孩 那麼這個廟莊嚴 那代表他有這個非常好的 很微妙的福德 然後呢 他的這個莊嚴 所有的這個六根 所有的三根都很莊嚴 那麼這裡再講這個敬德 就是他的夫人 雖然啊 還是在這個紅塵裡面 但是他的德啊 本來清淨 那麼再講敬仗來講 就講啊 他的意識 他的真如仗呢 本來的法的種子呢 是非常的清淨 那麼敬眼我們就知道啊 這是法眼 根據他能夠分辨正邪的 澤法眼呢 非常的清淨 非常的清淨 因為你清淨 才看得清楚正邪 然後再講啊 他們兩位 兒子 他的修行的這個德恨 因為已經講到一些三昧 還有講到前面的德恨 就講到啊 這個各種波羅蜜 像這個譚波羅蜜就是講布施 那麼也講到 慈悲其捨 世不量心 講到三十七祝道品 那麼三十七祝道品 就講四年初 四正群 四如一族 五根 五立 七菩提八正道 那麼用這三十七祝道 那麼用這三十七祝道 來幫助我們修行 那麼這裡又講到七種的三昧 那麼第一種呢 就是講這個菩薩淨三昧 什麼叫淨 當然就是相對就是懶 你能夠呢 不被懶 那麼自然呢 就 清淨 所以講自盡其意 這樣子 入三昧 第二種啊 又講日心素三昧 我們知道啊 我們實際上的智慧 如大日光明 普照法界 那麼 修教講啊 這個日是所有的 這個星數裡面最光明的 所以呢 日代表的就是 我們講的 發光體 它是十 也就是它是十 其他的星塵 或者月亮 它是有一點像是全橋 所以就是講 你的 權 跟你的使法 然後這個光明 像太陽一樣的 智慧呢 普照 這個叫日心素 這樣子入三昧 的修法 那麼第三個是進光三昧 當然這裡講到自信呢 的清淨 光明的智慧 會 然後呢 普照 當然 普照呢 你還是要經過那一關 觀光者 然後呢 凱顯自信 再普照 這個呢 就是進光三昧 那麼再講 靜色三昧 要了解我們剛剛講的 傳法記 色即是空 那麼這個色呢 就是淨色 如果你濁了相 濁了這些色法 就不清淨 所以 這個講的就是 由色 來 瞭悟了空性 這個就是淨色三昧 那麼再來講啊 靜照明三昧 那麼當然我們知道啊 之所以清淨 就是因為我們心呢 不被靜轉 那麼安住 這個定靜 那麼你在這樣的定靜裡面呢 開潛自信 能夠呢 照亮暗示 我們常用這樣譬喻啊 所以呢 就我們說的啊 照明 靜照明三昧 然後又講 這個 常莊嚴 就是因為啊 自清啊 已經正得 這個三昧 這個法性 所以呢 安住在呢 這個法性的莊嚴 那麼再 講到這個 大威的障三昧 一方面呢 你有威力 有威勢 能夠降伏呢 一切的 難調伏的 或者是 惡勢力 這些魔 包括自己的武魔 然後你又能夠呢 去 去 利他 所以就會有德 所以就我們講恩威都有 就是大威德 那麼所謂的這個 障就是指呢 藏在呢 我們自信裡面 這樣的 恩威 也我們講的一方面 我們的 這個累積的功德 我們就是 講悲至雙韻 或者恩威並用 等等 這樣的修行的三昧 那麼 這裡是在詮釋 兩位太子 他有這種大勝利 我們就再講 那麼在這個 露王華治佛 的佛法裡面呢 就有一位國王啊 名字叫做廟莊嚴 他的夫人叫做靜德 兩個小孩 一個叫靜障 一個叫靜嚴 那麼這兩個王子呢 有很大的威省力 那麼福德智慧啦 從素世以來呢 他一直啊 久修菩薩道 都累積起來的 好吧 就 在講啊 他 能夠啊 有這個 烏斯波羅蜜 裡面講的這些就是 用的就是 痰納 這個就是泛語 然後啊 又有這個 施羅 也就是這個 慈戒 波羅蜜 也有啊 對自稱心的 這個 燦體 也就是忍入 的波羅蜜 當然也有 這個 匹里耶的精進 波羅蜜 也有呢 禪波羅蜜 也就是我們講的靜律 那麼也有 能夠通達諸法 的波羅 波羅蜜 那麼我們知道 波羅呢 跟智慧其實是 可以分成 我們講波羅智慧 但是實際上我們知道 波羅有分成 文字波羅 觀照波羅 然後 契合到 十項波羅 所以它分成三個 來 來詮釋 會大家更清楚 我們還是從 聲音語言呢 去 文思 然後我們去修 修的時候會從 文字波羅 到 觀照 反問自信 然後你 慢慢的呢 要通過呢 五韻接空的這個 行聲的過程 當然我們知道 這可能會有五十一摩的考 那麼 你開始會有 一些實相 慢慢要相應的過程 要很小心 所以呢 最後你才會見得實相 如果見得 或不見得 其實呢 相本無相 但是那個過程 難免 所以才講啊 會有這樣的一個 我們講波羅波羅蜜 當然 還有這個 利益眾生全起來方便的 方便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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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觀音菩薩 現身說法 也是隨身因緣 它沒有一定的法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公案 觀音菩薩變成輕柔女子 因為大家喜歡看這樣的 莊嚴的女眾 那麼比較容易呢 讓大家呢 藉由這個因緣呢 去轉為這個智慧 那麼要講到直輩西蛇 也有這個宿量心 也有三十七柱道品 他的這個 他都熟悉 有這樣的幫助修大聖的法 而且他們都明瞭通達 有這七種的波羅蜜呢 他們也贈得了 這種菩薩的 靜三昧 日月素三昧 靜光三昧 靜色三昧 靜照明三昧 常莊嚴三昧 大威德三昧 那麼對於這七種的三昧 也都通達無敗 我們上禮拜 還是上上禮拜也有講 你念佛念到 打成一片 就像我們做觀修 一切聲音 一切響 都是佛號 一切心念 一切響 都是慈悲空性 那麼這個地方當下 就是淨土 現前 然後你要安住 不被這個鏡像 不被這個鏡像 所影響 然後呢 最後是一心不亂 這個一心就進入一針 那這個時候 一片光明 就是長光淨土 所以這些就是 念佛三昧 那麼曾經 大概 二十年前 也曾經在一個佛寺呢 帶大家呢 做禪修 那麼也有啊 這個法師 他在當下呢 就釋見了 莊嚴的 淨土 當然我們不得著於像 那後來啊 就有講啊 這個淨土啊 跟經典上講的呢 是一樣 雖然這個法師他不認識自己 但是他就是念佛法門 那麼也有呢 那麼聽 這個經典 那麼持續了 很多分鐘 這件事在講啊 我們講的啊 念佛 那麼 因為這法師他就是 他們蓋佛事都是自己蓋 自己親手 一磚魚瓦這樣蓋 用出波的方式呢 來修行 那麼念念啊 處處啊 生魚瓦啊 都在我們剛剛講的 佛號裡面 那麼一切念頭呢 也一樣都是佛 已經 打成一片 包括住的地方 都是親手 自己去建設起來 所以很容易在那樣的 因緣呢 很快的呢 進入這個禪觀 雖然他不懂 什麼叫三昧 名為三昧 事實上呢 當下 因緣成熟 你的福會呢 福已經有了 會呢 林門一腳很快呢 就 居住呢 這樣的 因緣成熟 並不是說 你都沒有要 修福 只是呢 希望文師啊 就能夠啊 自己呢 想要卸托 我們知道啊 今夜三福 前兩禮拜也有講 你沒有修不離心啊 是沒辦法 有這樣的福德 然後要解脫的 這也是淨土法門要知道的 不是只有求自己的解脫 我們繼續講 而時 彼佛欲引導妙莊元王 及敏煉眾生故 說是法華經 那麼在這個時候啊 這一位啊 素王華治佛呢 也是要引導呢 跟這個 悲悲眾生啊 那麼包括這個 廟莊元王啊 讓他能夠 轉迷為悟 好 所以呢 就講 這個法華經 繼續講 十 十 十 禁葬禁眼二子 到其母所 和十 直爪掌 白岩 願母 往義 雲雷因素王華 至佛所 我 我等義當 侍從親近 供養禮拜 所以則何 此佛於一切天人眾中 說法華經 說法華經 疑應 聽受 這裡啊 就 再講兩位 兒子啊 就去找他母親 去見佛 那麼整段講就是這個時候啊 禁葬和禁眼這兩位王子呢 就一起呢 到他媽媽所住的地方 然後就合掌 就講啊 希望母親啊 一起呢 到這個 雲雷因素王華至佛的地方 好 到那邊啊 然後我們兄弟啊 也會啦 一起去 然後去親近 去供養禮拜佛 為什麼呢 因為佛呢 在一切天人大會中 在講法華經 這個姻緣啊 這個 很諸勝難得 所以我們應該啊 要去聆聽 那麼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暫時啊 就先 講到這裡 好 我們來吃送 釋迦牟尼佛 先週 好 好 好 黑油 ram sarj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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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har and arjana 平 Maha Mouni Shaja Mouni Yasoha Om Mouni Maha Mouni Maha Mouni Shaja Mouni Yasoha Om Mouni Maha Mouni Maha Mouni Shaja Mouni Yasoha Om Mouni Maha Mouni Maha Mouni Shaja Mouni Shaja Mouni Yasoha Maha Mou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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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ja Mouni Yasoha Maha Mou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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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ja Mouni Yasoha Maha Mou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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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soha Maha Mouni Yasoha Maha Mouni Maha Mouni Maha Mouni Yasoha Maha Mouni Maha Mouni Yasoha Maha Mouni Yasoha Maha Mouni Yasoha Yasoha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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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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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無妮 無妮 阿無妮 采迦無妮 我們下來持送 地藏王菩萨行奏 王菩萨行 Shifrusha Kunshif Ruby 개� fre ma ple ma Shifra Kirik Shifrusha Kunshif Raja Shifiva Ryabga Shifra Mis Shifrusha Kunshif Shifra откры Mrs.Fremur 停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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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g Ching Hei Raja Tha Vashiti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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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云远阳始法界 在道立天佛陀讲地藏经 托古地藏菩萨 在现在末法明阳二立 绝有情 度有情 度有情 度尽众生方正菩提 地狱不空 是不从佛 闻子遭音 洗劫发愿 法大愿地藏菩萨 无二无别 愿行 行 四红寺院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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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